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已知某一個考試 每一題他都有A、B、C、D 四個選項,每一題 好,然後他說 有四個選項中,來選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就單選題 答案卷的話呢,如這個圖 現在呢 小華在考試時間快要結束的時候 還剩下21到25題 這五題還沒做 那他要用猜的 小華希望在 猜答案時 這五題連續三個的答案 不要是B、A、B 連續三個 不要有這樣的答案出現 根據上述規則 那麼試問 第21到第25題的答案 小華有多少種猜 好,那我如果隨便猜啦 亂猜的話 亂猜的話呢 這個我叫大N 有幾種猜嗎 如果是亂猜的話 這一題可能是A、B、C、D 有四種可能 這一題的話也有四種可能 所以總共五題嘛 所以是四的五次方 這是隨便猜啊 那現在的話呢 要扣掉什麼呢 扣掉說 連續三題是B、A、D的 連續三題是B、A、D的這種猜法 我們叫做小N 那這要把它扣掉 我就說 不能連續三題是B、A 連續三題是B、A、D嘛 那我現在把連續三題是B、A、D的扣掉的話 那就是沒有連續三題都B、A、D的 那這個多少 這個有幾種情況呢 有可能是B、A、D 這一種情況 那B、A、D這種情況的話 固定的話 那這個的話呢 是從A到什麼呢 D都可以 只有四種情況 只有四種情況 四成四 四的平方 所以兩類 就有這麼多種 好那現在這算是一類啦 那第二類的話就是B、A、D嘛 這一類 那這個可以隨便打 這是 四種情況 這個四種情況 也是一方 也是四的平方 所以兩類 那第三類的話就是B、A、D 然後這兩個的話隨便打 所以也有四的平方 所以有三類 一、二、三類 有三類 那每一類呢 它都有 16種菜 這要把它扣掉 這種的話都是 連續三個數 它是B、A、D 那所以我就曉得 N 減掉N 大N減掉小N 這個都知道 這是四的五次方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二的十次方 二的十次方是1024 1024 減掉多少呢 減掉 16乘以3 這是48 48 那所以有幾種環環 這就是 1024 減掉48 這是6 7 976 有976 我就說 不要連續念B、A、D 這種猜法 總共有 976 76 所以這一題 1號 答應要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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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